好 各位同学 那么从这节目开始 我们就正式开始讲解我们的高级知识点了 在讲课之前我想说一下 我们的这些高级知识里面 有很大一部分的知识 其实是和这个东西是相关的 这样一个概念 就是这样一个函数式编程的概念 好 那么关于函数式编程这样的一个概念的话 我结合我这些年开发的一个经验 然后也在网上查了不少这样一个资料 但是我最终还是决定 不给大家讲这个函数式编程的理论知识 因为函数式编程 它并没有一个非常确定 或者是说像数学定理一样标准的一个定义 这一点是大家要明白的 你不要觉得很多这个课程或者教程里面 给你甩出了一个这样一个函数式编程的定义 并不一定是准确的 至少我对函数式编程这样的一个认识 都是在不断的变化的 从我最早的时候接触到这样的一个函数式编程 应该来说的话是在JavaScript这个语言里面 然后到后面去做Python也好 然后还有等等的一些支持函数式编程的一些语言 包括我们的Java.NET 其实都对函数式编程的有一定的支持 那么我每换一种语言去写代码的时候 其实对函数式编程的理解 不能说越来越深刻 但是确实是在变化的 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函数式编程的定义就这么重要吗 其实我认为并不是那么的重要 重要的是什么 重要的是你懂得会用函数式编程这样的一个思维 来帮助你来解决问题 还有一点是我要强调的 函数式编程 它并不是说是一个缺一不可的东西 它并不是说没有函数式编程 我们就不能够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还是我上节课里面 能跟大家谈到的这样一个观点 这样的一些东西 都是为了简化大家的代码 或者是说 能让你写出更优质的接口 来做的一些高级的知识 一个函数式的东西 你说你用面向对象的这样一个观点 可以来解决吗 同样是可以解决的 Python支持函数式编程 并不是代表说 我们一定要有函数式编程 这一点是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的 该用的时候用 不该用不合适的地方 就不要用 就是这么的简单 那么什么是该用的地方 这个概念就比较抽象 那么你要我来说什么时候该用 就是如果你觉得你这根代码 写的非常的麻烦 繁琐和别扭 那么你就应该考虑一下 有没有其他的一种思路 或者是方式来改变一下 你现在的这样一个编码的风格 这个就是我认为该用的时候 好那么说的是不给大家讲 这个函数式编程的定义 那么我看后面 课程快完结的时候 我还是对函数式的编程 跟大家聊一下 不能说是一个特别精准的定义 聊一下我对函数式编程的一个理解 好那么说了这么多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淡化函数式 编程这样的一种概念 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已经在代码里面写了很多次函数式编程的这样的一个风格的代码了 只不过是我们自己不知道 好那么最后补充一下 对于Python的这样的一些高阶的知识来说的话 听起来它会比这样的一个面向对象的知识会更加的抽象一些 因为面向对象目前来说的话 它已经是这样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观点了 我们也许并不是很懂面向对象 但是或多或少的你对面向对象有一个基本的理解 但是像Python里面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些高阶函数的使用 确确实实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这个难度并不是在于你听不听得懂 而是在于你听懂了之后会不会用 关键是这个问题 所以说我们这一部分的进阶的知识 还是需要你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编程的经验 你有了编程的经验 你再来听这样的进阶知识 你会感触比较深刻 那么如果你的这个实践的经验不够丰富的话 我个人认为这样的进阶的知识 对你来说的话 课程对你来说也是很有帮助的 你可以先把它记下来 放到后面自己在写代码的时候 多去思考一下 看看能不能用我们这样那些高级的一些知识 来解决你的问题 让你的代码变得更加简洁 突然看到时间已经转钟了 昨天应该是中秋节 忘记跟大家说节日快乐了 那么在这里给大家补一句祝福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编程月编月六 好 那么我们这节课要学习的一个知识点 就是这样的一个币包的概念 好 好 那么关于币包 这个如果是从定义上面来理解的话 非常的晦涩 所以说我不建议大家从这样的一个 这种标准定义上面来理解币包 那么这里我要说的是 币包并不是我们passion所独有的 我们之前如果熟悉Gioscript的同学 应该知道币包的概念 在GS里面出现的是非常多的 好 那么我们本节课 先不去讲币包 我们先为我们的函数式编程以及币包 做一个铺垫的知识讲解 好 那么币包它其实是和我们的函数 是有关系的 那么我们要讲函数 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 Python里面的函数和其他很多语言的函数 有什么不一样 在其他的很多语言里面 函数它并不是像我们Python这样的 是一个对象 那么在其他语言里面 函数其实只是一段可执行的代码 它并不是对象 那么函数的这段代码一经编译 它就固化了 我们只要获得这样一个函数的入口 就可以调用函数 好 那么关于这个 大家简单的理解就是 在其他的很多语言里面 这个函数是不能够实力化的 因为它只是一段可执行的代码 常驻于内存中 它并不是对象 所以说函数是不能够实力化的 但是我们的Python 对象却是可以实力化的 你比如说 在我们的CSUV这个语言里面函数 它就不是一个对象 但是在我们Python里 我们说过了 Python一切皆对象 那么如果大家除了Python之外 并不了解其他的语言的话 可能对Python的一切皆对象的理解并不是太深刻 其实在CSUV这个语言里面 它除了类合对象之外 它还有这样一个所谓的结构等等 它还有很多种数据类型 并不是只有对象这一种 所以说Python 我认为它一切皆对象 这样的一个概念 大大的降低了我们学习一门语言的 这样的一个成本和难度 所有的在Python中出现的东西 你都可以把它按照对象的 就是这样一种行为来理解 所以说Python 这个也是我认为Python 比较简单的一个地方 如果你是学习CSUV的话 这个类型都多了 绝对不仅仅是只有类合对象 这样的一种 而且CSUV和Java这样的语言 还是对C++的这样的一种简化 可想而知 如果我们直接上手去学C++的话 这个难度还是有一定的 好 那么我们Python里面 一切皆对象的一个好处就是 我们可以直观的演示一下 比如说我可以把一个这样的一个 竖型1或者是一个质幅串 2复制给这样的一个变量A 那么因为一切都是对象 你能复制这样的一个普通的质幅串 那么其实你也是可以把一个函数 复制给一个变量的 但是你比如说你在我们的CSUV里面 如果你想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函数 复制给变量 这个是做不到的 在CSUV这个语言里面 每一种变量都必须有一种类型 这个我之前给大家举例过了 比如说你要这样定义一个变量 它必须要指定这样的一个变量的类型 才可以对它进行这样的一个复制 也就是说在CSUV或者JAMA里面 每一个变量的类型都必须是明确的 包括CSUV和JAMA里面的函数 它在返回结果的时候 都需要去指定这样的一个 都是要指定这样的一个返回值的类型 我们可以快速创建一个 点单台的项目看一下 扩展一下大家的这样的一个知识面 用Council 行键游控制台项目 好 我们看到这里 马上就出现了一个 CSUV的控制台的项目 看一下 好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它的一个静态函数 然后的VOID 其实就是定义的这样的一个类型 只不过VOID代表的是 这个函数不需要返回任何的这样的一个值 如果你要返回一个应酬值的话 整形值的话 你是必须在这里是需要加一个类型的 这个能够数据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再回到我们的项目里面 好 所以说在CSUV里面 你连函数的类型都是没有的 更不可能通过这样的一个定义 一个变量 加上变量的类型来接受一个函数的 因为我们说过了函数在很多 在这个语言里面 它只是一段可知性的代码 它并不是这样的一个具体的对象 或者是结构 好 那么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上来 在Python里 你不仅是可以把一个函数 复制给一个变量的 你甚至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函数 当做是另外一个函数 参数传递到 另外的函数里去 好 甚至我们还可以把一个函数 当做另外一个函数的返回结果 把它给返回到我们的调用方来 我们通常在函数里面 之前我们更多的演示的 是一种很简单的情况 它可以返回这样一个数值 对不对 它还可以返回这样的一个 支付串 对吧 当然函数 它还可以返回具体的一个对象 那么我们说了Path里面 一切都是对象 那么你能返回一个对象 你当然可以返回一个函数 但是像以上的这两点 如果说你想在CSARP里面 把一个函数当做参数 传到另外一个函数里 你是不能够直接把函数的名字 直接丢到另外一个函数的 参数的列表里去的 那么在CSARP里面 如果你想把一个函数 当做参数去传递的话 你首先是需要把函数给封装一下 封装成什么 要封装成一个委托 你并不需要理解委托是什么 因为我们不是在讲这个CSARP 我拿CSARP只是给大家做一个举例 来突出我们Pathom的一切接对象 Pathom的一切接对象 大家不要觉得 那就是说 我们只是说一下聊一下 它确确实实是 很大程度上面降低了我们编码的一个难度 好 那么Pathom一切接对象的这样一个概念 让它为我们可以进行函数式编程 或者是说我们可以做B包 打下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 好 那么大家可能不相信 这个函数是一个参数 对不对 那么其实还是我说的 我们自己动手看一下 还是建议大家有什么疑问 自己编写一个很小的代码 数一下就知道了 比如说我这里随意定义了一个函数 A 然后它什么都没实现 但是它确实是模块上面的一个函数 然后我们打印看一下 Print Type A A到底是什么类型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rc9.py 大家看到什么 A它的类型是方性这样的一个类型 看到前面的关键字了吗 class 它是一个类 好 那么我们本节课就先向大家介绍 这样的一些特点 那么这样的一个特点 让我们Pathom可以很好的支持 我们的函数式编程或者是B包 好 朋友们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